秘史译文 谈古论经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头条历史 戴笠是中国近代特工史上最著名的风云人物 号称蒋介石的配件国民党的盖世太保 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副官一步步爬上高位 一手建立起一个以他为核心的神秘特工机关 军统 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 戴笠掌控的军统局曾经执行过许多暗杀任务 包括蒋介石的政敌和亲华日本人以及汉奸 还有中共和民主党派人士等等 手段残忍 作为总统副局长的戴笠也行踪不定神出鬼没 因此戴笠也被评价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神秘的人 更加神秘的是 这样一个神出鬼没的特工领袖居然在抗战胜利后离奇死亡 而他扑朔迷离的死因也引发了各种推测和阴谋论 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戴笠的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946年3月17日 黄历上写着诸事不宜 然而就在这一天 戴笠乘坐飞机前往南京 途中飞机失势 坠毁在南京西郊的戴山 一带传奇就此落幕 官方给出的原因是恶劣气象导致飞机失控坠毁 不过官方的这种说法并不被接受 理由如下 首先戴笠当天所乘坐的是一架美制DC47飞机 该机型是美国历史上生产制造最多使用范围最广的运输机之一 它质量一流具备在恶劣气象条件下飞行的能力 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其次戴笠专机配备的飞行员 也都曾在美国接受过全面的技能训练 不可能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另外当时的随行人员有他的手下军统官员 保镖翻译好友还有机组人员 这些人或是跟戴笠关系非常好 或是很少参与政治 不可能是戴笠有深仇大恨 以至于同归于尽 由于造成戴笠所乘飞机坠毁的真正原因 至今仍是个未解的悬案 如果抛开那只有万分之一可能性的意外坠机 戴笠的死亡很有可能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查无实据死无对证 如果是这样 到底是谁暗杀了国民党最大特务组织的头目 戴笠的死 对国民党当局和一时间群龙无首的军统机关 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关于戴笠死亡背后真凶的推测 有很多说法 其中嫌疑最大的就是蒋介石 早期 戴笠同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密切 在1936年西安事变中 戴笠冒死陪同宋美龄赴西安 营救蒋介石 决心与领袖共生死 深得蒋宋二人的信任 而蒋介石更是把自己的警卫大权交由戴笠负责 此时戴笠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达到了顶峰 然而两人的关系在抗战胜利后变得开始微妙起来 戴笠手下的军统间谍机关组织严密 数量庞大 还配有大量美式装备 而且只听命于戴笠不听蒋介石 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 1945年重庆谈判后 蒋介石和毛泽东达成协议 军统被要求缩编 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 也必须逐步解散这些特务 戴笠为了自己的前途 先后想谋求警政部长和海军司令的位置 甚至还拉拢美国人给自己造声势 这些举动都让蒋介石越来越受不了 两人之间的猜忌也越来越深 蒋介石本就疑心重 戴笠和美国人的关系更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 当得知美国人要支持戴笠出任海军司令的消息后 更加恼火 于是干脆制造一起天衣无缝的飞机坠毁事故 让戴笠永远的消失 除了蒋介石外 嫌疑最大且有始可依的便是戴笠曾经的手下马汉三 马汉三在国民党内曾任军统北平站站长 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 国民党平均速监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颇受戴笠器重 不过抗日战争结束后 戴笠在一次提审著名日本女间谍川岛方子的过程中 偶然得知马汉三曾被日军逮捕 为了活命 马汉三不仅叛变投敌 长期替日本人窃取情报 还把戴笠交给他护送的国宝九龙宝剑送给了日本人 假装是部队把宝物弄丢的 为了掩人耳目 马汉三特意在日本投降之后 提前逮捕了川岛方子 还把九龙宝剑取了回来 甚至还导演了一场宝物失而复得的戏码 马汉三得知戴笠连夜密谈川岛方子 惶惶不可终日 马汉三深知戴笠的为人处事阴险毒辣 自己绝不是戴笠的对手 而且事已败露戴笠一生罪恨叛徒 只是眼前政府打压军统 戴老板暂时腾不出手来收拾自己罢了 于是马汉三派自己的情妇 机要秘书刘玉珠 以检查坐机安全的名义 登上了戴笠的专机 并安装炸弹 这才导致戴笠飞机失事 戴笠死后 曾经的心腹毛仁凤铁心追查此案 认定马汉三嫌疑最大 1948年7月 马汉三和秘书刘玉珠被逮捕 双双遭到秘密处决 除此之外 自杀也是戴笠真实死亡原因的一种猜测 戴笠有一个全史全中的红粉之脊 陈华 戴笠死后 陈华披露 其尸体为开枪自事 一定是死于自杀 1946年3月 戴笠曾在陈华处过夜 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就在那一夜 戴笠郑重的对陈华说 如果老头子不要我 我就死 陈华认为 此时的戴笠 就已经抱有死的决心 之前提到 因为当时抗战刚刚结束 特务组织面临取消 而戴笠风头正进 军统内外 共有数十万人听起指挥 又有美国人撑腰 戴笠想先当警政部长 后谋海军司令的位置 这引起了蒋介石的猜疑与不满 因此心事重重 自从戴笠离开 陈华一直忐忑不安 事发后 军统人员拿出十多张遗留的残骸照片 要陈华辨认 他一眼就认出了戴笠 除了他熟悉的几颗金牙以外 戴笠右手高高举起 右拳似乎成捏着的状态 陈华认为这是戴笠临死前的情形 那是他开枪射击后的习惯 子弹发出后 总是挺帅气的将手往上一扬 因此陈华始终认为戴笠是自杀 是戴笠开枪打死了驾驶员 以致飞机失控 另外 还有一些关于戴笠死因的非主流猜测 包括美国特工暗杀和中共地下岛暗杀 1945年抗战胜利后 戴笠下令拘捕全国各地罕奸 据传 美国政府曾经截获一条消息 戴笠计划对曾叛变投敌的人 进行一次不顾人道的大清洗 为制止大屠杀 美国派特工对戴笠的专机做了手脚 导致飞机失事 关于戴笠死于中共地下党 蓄意谋杀的猜测主要有两种 一个是杜月笠之子杜维善 根据其父亲在戴笠出事后 对撞击一事的怀疑 推测出 戴笠之死很可能是因为两个飞机师 被中共地下党买通后遭蓄意谋杀的 另外 有学者提出在黑茶山飞机失事事件中 有包括新四军军长叶挺 中共中央委员伯古 王若飞等多名中共要员死亡 由于这次事件猜测是由军统所谓 于是中共地下党也派特工 以飞机失事的手法暗杀戴笠 不过 这些说法完全无法得到印证 尤其是黑茶山飞机失事 发生在1946年4月 比戴笠飞机失事还要晚一个月 这样的说法纯属瞎猜 那么戴笠之死对国民党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曾有网民打趣道 戴笠之死对于国民党相当于名叫没了张无忌 襄阳没了郭巨侠 这虽然有些夸大 但是没了戴笠这个军统头子 确实给国民党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调查戴笠坠机事件 并在后来执掌保密局的毛仁凤曾透露 戴笠去世后再也没有一个能够掌控全局的领导人物 来全盘继承戴老板的庞大事业 一方面 戴笠死后 原来的特务机构发生巨变 均同改组国防部保密局 虽然内勤外勤体制变动较小 但人员减少严重 蒋介石将戴笠布置在中国各地的特务处 由原本的数万人缩编至千余人 保密局控制的公开单位 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程度上都远不如军统局时期 另一方面 原先由军统局负责的军事情报 国际情报 电讯监察等业务 全部移交国防部耳听 内政部警察总署等公开单位接办 保密局的工作紧缩成专门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极大的限制了谍报工作的效率 再加上 戴笠在世时 凡是军统局掌握的公开单位 几乎全由军统局统一安排人士 主管人员不能擅自任用私人 戴笠死后情况马上变了 一些公开单位负责人对保密局本部的命令 杨凤英伟任人为亲 并大力排斥保密局原军统人员 为此 毛仁凤曾向部下发牢骚说 郑建民将军统的同志都排斥了 简直把戴先生的事业都败光了 人员的缩减和内部权力的斗争 使得戴笠死后国民党政府的情治机关日渐薄弱 而共产党的特工单位转为强势 仅两三年时间 保密局在全国各地的大量情报站干部和电台被迫撤销 对潜伏工作有殊多影响 到了国共内战三大战役时期 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已经处于下风 魏力皇在辽审战役故意迟疑不决配合解放 而蒋介石对此竟毫不知情 副作义在平津战役后期更是率军投诚 和平解放北平 如果戴笠尚在 国共在三大战役中的情报工作不至于一边倒 若干年后蒋介石退守台湾 当他回首往事时不慎唏嘘 若雨农不死不治时大路 由此可见蒋介石在内战失败后痛定思痛 终于明白了戴笠的重要性 如果真如传言一样 是蒋一手策划暗杀了戴笠 那么蒋介石可能肠子都毁清了吧 对于戴笠 周恩来也曾坦诚评价 戴笠之死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无论是蒋介石的反思 还是周恩来的评价 都可以看出戴笠此人对于国民党的重要性 最后补充一点 尽管戴笠在国共十年内战错杀了无数人人之士 但他在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功绩是不可否认的 戴笠在情报界可说是少有的天才 他在无师自通下一手建立军统局 这以他为核心的庞大情报机关 在抗日战争时期 戴笠多次冒险潜赴沦陷区侦查敌情 组织当地军统人员不断截获日方重要军事情报 不断派得力干将暗杀中高级将领和伟南京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和将领 戴笠领导的军统敌后谍报征搜以及中美情报合作 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无可抹灭的贡献 甚至连最先获知日本要偷袭珍珠港情报的 也是戴笠领导的军统 只不过美国方面不相信该情报的真实性 再加上自认为自己军事能力的强大小小日本不敢轻举妄动 戴笠的一生是传奇的 张世昭曾经评价他 明满天下傍满天下 乱世行春秋世是非留待后人平 各位观众 你们是怎么看待戴笠的呢 请在留言区尽情讨论吧 感谢大家收看头条历史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